献哥哥,阿苑人未到声先到,魏无羡听到阿苑的声音,赶紧说道,蓝湛,你的伤害未好,不能站得太久,我扶你到床上去吧。 蓝忘机十分不情愿地放开了魏无羡,魏无羡说着把蓝忘机扶到石床上。 献哥哥,你最近都不陪我玩了阿苑一进来就开始抱怨,自从蓝忘机来后,魏无羡哪有时间跟阿他玩呀。 阿苑乖,有钱哥哥病了,我要照顾他,等他病好了再陪你玩好不好。 魏无羡抱起刚进来的阿苑哄着他。 好,秦姑姑说以后要称有钱哥哥为蓝哥哥,称有钱哥哥不礼貌。 秦姑姑还说以后蓝哥哥也住在这里。 是吗? 阿苑很喜欢蓝忘机,一听温情说蓝忘机以后也住在这,很开心地进来确认一下。 蓝忘机看着眼前的阿苑,也就是私追,眼底涌现无尽的疼爱。 是这个孩子陪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又无助的夜晚,陪他一起问灵等待。 也是这个孩子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,如果没有这个孩子,他一定坚持不了16年。 他不禁喊出了声,私追,蓝哥哥,你在叫我吗? 阿苑说着已经来到十床边。 嗯,我给你取个字私追可好。 蓝忘机问。 好,我去告诉秦姑姑他们阿苑说完,蹦蹦跳跳地又跑了出去。 蓝湛,你也很喜欢阿苑吧? 他是不是很可爱? 魏无羡问。 是,如果没有他,也许我根本等不到你回来,曾经把什么事都埋在心底的蓝忘机,真的变了。 他现在无时无刻不再表明自己的心计,可是魏无羡却一直在逃避。 魏无羡只能继续收拾买来的东西,一边收拾一边说,蓝湛,回头让人把这边再隔两间屋子。 一间你住,一间你洗漱用,蓝忘机清冷疏离,一言不发,他才不想自己住一间屋子呢。 魏无羡想起他们就回来的姑娘,又对蓝忘机说道,对了蓝湛,我们还就回来一个姑娘。 姑娘。 蓝忘机一听盲问,重来一世,真的变了很多,为什么还会就回来一个姑娘? 是啊,就在穷奇道,那个姑娘看起来有些眼熟, 就是想不起来曾经在哪见过?蓝湛,你说重来一次,会不会好些事都会发生变化,会不会有些事就不会发生了? 魏无羡想了半天,想不起又个姑娘是谁,但就是看着眼熟。 不可掉以轻心,也许还会发生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蓝忘机有些担心。 魏无羡想了想说,是啊,你说只要我不出乱葬岗,金子轩和师姐是不是就不会死? 如果金光瑶想当家主,就一定还会想别的办法除掉金子轩等人。 所以魏英,金子轩的死跟你没有关系,它是家族斗争的牺牲品。 这一次,我们能做的,就是想办法救下他们现在的蓝忘机跟魏无羡在一起时会说很多话。 魏无羡点点头,对,蓝湛,你说很对,谢谢你,蓝忘机微怒,你我之间以后不必说这些。 好,不说,魏无羡说完,对着蓝忘机露出一个如花的笑颜。 魏无羡把给蓝忘机买的衣服放进衣柜里,把蓝忘机的避陈和他的随便都放置在剑托上,看着就像一对有情人深情相望。 这时蓝忘机拿出自己的乾坤袋给了魏无羡,魏无羡打开一看,有好些银票,地契和一个钱袋,蓝湛,你怎么带这么多钱? 这是我全部家当,给你,都给你,把我自己也给了你,你要吗? 后面的话蓝忘机始终不敢说出口,两人相处这么久,一直相敬如宾,除了早上的那个蜻蜓点水式的吻和刚刚的拥抱,从未有过于归之举,自己都已经把话说得那么明了,而魏无羡似乎一直在逃避,所以蓝忘机一直不敢确定魏无羡的心意。 啊,这么多钱你都给我啊,不过如果我们长期住在这的话,这里有这么多人,我们得想办法挣钱。 魏无羡以前从未想过挣钱,因为他也很迷茫,他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,更不知道魏过的路在哪,但现不同了,他们要在这里常住,要改变乱葬岗。 单凭蓝忘机在此,他就不能让蓝忘机受了委屈。 你打算如何?蓝忘机问,还未想好,不过重来之后,我想了很多,金光瑶虽然坏,但所说之话不无道理。 仙门百家之人大多都是见风使舵,屈颜覆视之徒,只要他们还寄于鹰虎符,他们还会想办法设计于我,他之所以敢设计于我,是因为我没有背景。 没有靠山,所以这次我想建立自己的宗门,只有自己强大起来,才能保护自己想保护之人。 前世,我年少轻狂,骄傲自负,不可一世,觉得只要问心无愧,凭自己一人之力也可以护住他们。 事实上我错了,我不仅没有保住温室之人,还害得温情被错骨扬灰,害得温宁被锁十六年。 害死了师姐,魏无羡想到前世的种种,伤心委屈全都涌了上来。 魏英,这些都不是你的错,你很好,无论你做什么,我都陪你,陪你泛舟天地,夜烈江湖,天涯海角无怨无悔蓝忘机言语笃定,深情无边,目光如炬。 魏无羡方才还委屈到渲染玉气的小脸,极客之间,春风满面,笑叶如花。 第二天温情过来,给蓝忘机师真实告诉他们,昨天就回来的姑娘,竟然是绵绵。 原来,绵绵从金灵台离开后,听说魏无羡邪温室之人来了乱葬岗,便打算过来看看是否可以帮上忙,谁知在穷其道碰到了妖兽,被其重伤,幸亏碰到了魏无羡二人。 听学识,绵绵跟随金子萱也在云深不知处待了半年,所以温情与绵绵认识,对于绵绵,温情是感激的,不论她是为什么会来乱葬岗看他们,但至少又有一个人关心他们。 温情本想让绵绵伤好后离开,谁知绵绵却说她从小便是孤儿,被金氏收养,现在已经无处可去,愿意留下来跟她一起照顾乱葬岗上的这些老人。 温情很开心,这里这么多人,只有她一个年轻姑娘,正好绵绵可以跟她作伴。 她开心了,蓝旺基本就清冷的脸,更加冷若冰霜,这个让错了多年的姑娘,这一世竟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来了乱葬岗。 而魏无羡只是疑惑,怎么与前世不一样了? 蓝湛,你说我们重来一次,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? 绵绵姑娘竟然要留下来。 我记得上一世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,叫小绵绵对吧? 蓝湛,你说她会不会也有前世记忆? 魏无羡其实想多了,除了她与蓝旺机其他人都没有未来记忆。 现在仙门百家之人还不如绵绵一个姑娘家,这样的修真戒真的很腐朽。 该好好整顿整顿了,魏无羡一个人自顾地叙叨叨了半天,蓝旺机气得一句话也未说。 魏无羡不明所以地走到蓝旺机跟前,蓝湛,你听到我说话了吗? 你离离我白,一个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姑娘,你觉得我应该什么反应? 蓝旺机生气地甩出了一句话。 魏无羡想起了曾经玄武洞的情况,想起了蓝旺机身上的烙铁印。 虽然蓝旺机与蓝西辰都未说过关于烙印的事情,但是他非常确定蓝旺机胸口的烙印还是因为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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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